谈到便秘的危害性,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对肠道健康的影响,其实对于男性来说,经常便秘更是可能会伤前列腺的。 城门是火,殃及是鱼,干燥的大便对前列腺造成体压,是局部血液循环补偿,时间久了就容易引起前列腺的炎症。 此外,便秘患者在排便时,需要增加负压来推动大便排出,会进一步对前列腺造成压迫,引起排尿不适,幼时甚至会有低白,及前列腺液流出。 便秘的男性,往往是由于熬夜、久坐、缺乏运动、饮食吸烂油泥等不良习惯导致大便干燥,而这些幼因同时可以引起前列腺的症状。 所以,不要小看身体的不大不小的毛病,很多都可能会殃及生殖系统的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